我们的一生会遇见很多的人,有很多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,兜兜转转,最后留下来的才是一生的朋友,人与人,异常人,心与心,一段交流,朋友,需要的不是数量,而是质量,与有品位,人品好的人相处才能提高自己,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理左右,而是默默关注,一句贴心的问候,一句有意的鼓励,日子久了, 会形成一种长久的默契,真正的朋友,是你失落时的一双手,痛苦时的一个尖法,积累时的一句安慰,真正的朋友,默默付出不求回报,只求你越来越好,真正的朋友,是你还可失的风雨同行,摩纳时的气念支撑,真正的朋友,是你辉煌时的警示,是一时的勇气,真正的朋友,就是一个怀抱,一个鼓励, 一句安慰,一个信任,一份相伴,人间的缘,句句三伞,能一直走下去的少之又少,有多少好朋友,从无话不谈,到无话可谈,不时情不在,而是经不起风雨,人活着,圈子不要太大,容得下自己和一部分人就好,朋友不在于多少,自然随意就好, 有些人,只可远观不可见瞧,有些话,只可骂也不可说尽,朋友,在半交,慢慢处,才能长久,感情,甜甜唱,细细品,才有回味,朋友如茶,食品,香蕉如水,吃蛋,一份好的缘分,是随缘,一份好的感情,是随性, 香蕉木想求,想求不香,像泛木若兮,珍惜才久,人生中有朋友是幸福,有知己是难得,有知心是难求难得,风雨时,才能见真情,平淡中,才能见真心,有所珍惜,才有所珍惜,有所懂得,才有所值得,一生中,能成为真正朋友的不多, 真心见真情,真情见真人,珍惜该珍惜的,拥有该拥有的,如此,安暖,安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